各位海内有关朋友晚安 欢迎锁定今天realtalk真实对话 为您邀请到这位来宾 他又来到我们的现场了 每一次部长来到realtalk小军超音plus 线上总是有一堆人一排一排的爱心 我觉得他终于又来了 来我们掌声欢迎经济部长王美华 部长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部长好多的议题 尤其这两天我们看在立法院 尤其在桃源市政府大家所关心的 像是台积电1.4奈米厂 最后他们发表声明 要放弃在龙坦的一个扩厂 大家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了今天节目有太多太多的问题 跟部长请教同时观众不要忘了 今天我们让部长好好谈全世界最大的AI产业链 在台湾 现在进展到什么阶段 但是第一个问题部长 是前内政部长李鸿远 因为前次在直播的时候 他说不是口罩国家队 就不能够买卖口罩 参加国家队的厂商赚取大额的回扣 现在遭到三大工会去谴责 结果就在今天凌晨 李鸿远他说相关的讯息 不好意思是听企业家朋友说的 没有仔细查核就传递讯息 造成大家的困扰 他深感抱歉 部长你应该对于三大工会的反弹 跟部长身为李鸿远部长的深感抱歉 应该感触很深吧部长 是所以我想这个 不管如何这个最后的结果 还给我们这个口罩国家队 一个应该有的尊重跟事实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否则现在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选举 或什么等等的 我觉得大家信口开合 这个完全是没有颠倒是非的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三年前大家非常辛苦做口罩 而且非常重要是不是做口罩 这个工具基业者 机械业者 来协助小厂的口罩基业者 让这个口罩 这个一天180万片 变成一天可以到2000万片 不仅给国内来使用 还可以送人家 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 即使到今年 很多外国人到台湾来的时候 都还会提到说 那个三年前那个口罩 那时候没有疫苗 护理人员 医生 就是靠这个口罩来保护他们的生命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段 辛苦的过程 但是也是美好的一场仗 那今天没有任何根据 那讲这样的事实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第一时间 发现这样非常糟糕的一个陈述 我们觉得一定要去澄清 一定要反击 那这个事情三大工会看到了 也觉得完全没办法接受 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声明 那昨天夜里我们看到他 自己来道歉 那我想这个环事实的真相 让大家记得当时口罩 国家队的对国家的贡献 我觉得大家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认知作战在台湾 好像无时无刻都在我们的身边 既然提到认知作战 我就想到台积电 曾经跟黑熊学院的创办人 沈柏洋在对谈的时候 他提到 他说其实在国内有一股声浪 在这个声浪里头 是有所谓的里应外合 还是可能外部的一个 内容农场所制造出来台积电 锁定台积电 甚至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 有许许多多这种不时的消息 认知作战一直在展开 你所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这个确实在前一阵子 其实到现在可能都还是会有 会一直提到这个以美论的问题 提到去台化的问题 好像觉得我们要把台积电 送到国外去了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一再跟大家讲 就是第一个 现在的国际局势 台积电如果只在台湾生产 那没有国际布局的话 第一个他的客户 可能也觉得 那这样我是不是订单都要给你 那第二个呢 他出去以后 其实跟这些客户的研发 可以更紧密的结合 这个看日本就非常明显 那所以这个种种的因素 让他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不用走出去 现在是需要走出去 但是呢 非常重要就是台积电的根基就在台湾 他的最先进的研发都在台湾 最完整的供应链都在台湾 不管是材料设备 台湾都把它建起来 这样完整的生态系 全世界真的没有一个国家 像台湾这么完整的一个供应链的生态系 所以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他最先进在台湾 他的主要的产能仍旧在台湾 但是因为这些客户的需求 接近市场的需求 他要去国际的布局 那不能够说去国际的布局 就叫做去台化 这个是 就是也是一个 在 我觉得在分化 然后好像觉得 我们一直要把台积电送出去 其实不能这样子看事情 认为现在执政党是居心否测 可是以部长 你想方设法 要把最好的产业 尤其这种 我们的 我们的护卫 我们国家的台积电 想方设法 他的先进制程 怎么留在台湾 这两天过去四八小时 吵得沸沸扬扬 台积电因为发表声明 他们在 在龙毯的扩厂 就是等于他不再进驻了 他等于放弃了 大家觉得 非常非常奇怪 那身为桃云市长的张善政 他也说整个时间 非常非常的赶 我想这个讯息 留给大家非常错愕之外 有很大的一个问号 您说您会想尽办法 如果你需要土地 政府一定会帮到底 您所了解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呢 我这样讲好了 那因为我们跟台积电 也是有一些 这个协议 要保密的部分 不能对外讲 但是大的前提就是说 台湾因为地小人筹 那要去设新厂的时候 要花的时间比较长 不是我们效率不好 但是我们必须要克服土地 还有水电 可能这些设施都要重新的安配 所以都要提早来作业 那提早这个作业部分 所以都会在他要设厂之前 就要赶快做好 那这个也是为什么台积电需要在 除了足科之外 在台中 在高雄 都要设厂 那龙坛 也是台积电觉得 这个如果能够 科学园区能够盖好 那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理想的地方 那所以这个都要提前 好几年来作业 才会来得及 那这个就是 龙科三企 需要扩厂的 最主要原因 当然别的厂商也是会说 那他也会需要在龙科 那不过就是 现在大家把这个抗疫 这个矛头 这个指向台积电的话 那这个是台积电 不可承受之中 那所以台积电也 很快的去宣布说 在这个晶圆的这个设计 制造呢 他不会在龙科的这个三企 但是台积电的 因为他的技术 先进的节点 一直在推进 所以我们仍旧需要 帮他准备 未来设厂的需要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讲说 我们要让他的 最先进的事 留在台湾 政府当然要协助他 在土地水电的部分 做好准备 那虽然龙科的三企 这个部分 目前没有办法 作为他的未来的 这个晶圆厂的用地 但是其他的用地 我们一定会跟国科会 科管局这边一起来 协讯相关的土地 让他的未来的设厂的用地 可以来这个好好的规划 那事实上今天 我在立法院 那很多这个南部的立法委员 一直跟我举手说 这个欢迎来我们嘉义 欢迎来我们高雄等等的 那甚至屏东的县长 也自己录了一段影片 说欢迎来屏东等等 周春明也录了影片 动作这么快 对大家都用非常快的时间来表达 欢迎之意 那确实一个厂 在一个地方落脚的时候 除了我们中央的这个规划设计 还有协助这个相关的土地用水之外 那地方的协助确实是非常重要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过去台积电进入到南科 在台南跟高雄的时候 难道他们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吗 他们有say no吗 如果我们从地方的未来性 一个都市的未来性的愿景来看 想方设法要去克服 那他们当时可以克服得了 现在桃园克服了的关键是在哪里呢 确实如果以高雄为例 那高雄那时候齐迈市长 要欢迎台积电来进入 那这个可能外人不是很理解 他的这个整个专业的团队 然后跟我们中央密切配合 然后他不是一天给我一通电话 是一天给我两通电话 三通电话 碰到任何的相关的法规 应该怎么去规定 然后这个契约的范本 应该怎么规范等等 我们都是用最快的速度来做相关的沟通 那这个部分就是企图性非常强 那当然也有包括我们中游这块土地 怎么用最快速的来解决这个土地的改良的问题 然后像现在这个气体厂也都要进驻了等等 那所以其实问题都有 那问题困难度也都不小 但是你秉持着说怎么样去克服的心态 那这条路不通 我们去想另外一条路 我想这个就是地方政府高雄 给我们的感受是这个样子 那我想中央跟地方好好配合 很多事情是可以克服的 水源的稳定对半导体非常重要 您当时怎么去面临五缺的问题 这一些设厂的问题 那因为像半导体的用电跟用水量是大的 那这个确实都要提早几年就要去规划 那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说也都是很挑战 我坦白讲 那这个要花很多的时间 而且要重新设计 甚至那个高压的这个网路 都要重新拉等等 那水的部分呢 当然第一个他们这些大厂 现在都要求要用这个再生水 那再生水除了他自己公司的 再生水的使用之外 还有地方政府怎么样去盖更多的再生水厂 那这个也都要要求地方政府要做 那所以你看高雄市政府的再生水厂 一厂一厂一直盖起来 那这个也都是才能够搭配企业的需求 那相关的人才的部分 那这个就更大 那人才的部分包括这个 不管是高阶的低阶的 那政府这个部分就用跨部会的方式来解决 让更多的人才可以提高他的素质也好 或者引进这个外面的人才到台湾来 那这个都是我们一步一步在克服的问题 现在台积电在台湾的一个整体的布局 还有面临到其他克服的有哪些吗 因你自己目前所观察的 第一个他的新厂的部分 那都是要一个一个去解决 那比如说之前的像中科 那他这个都市计划的变更 就花了一点时间 那这个我们也是要跟地方政府合作 让他可以理解说 这个台积电这个设厂是多么的重要 那最近是有地方政府终于有同意了 那所以现在内政部在审查 那所以这一些他设 然后另外就是水跟电的部分 我们其实也都同步 会去做新的这个拉线也好 然后要去计算他这个电的来源 水的调配等等 这个都是搭配要去做的事情 内部我们称为护国神山 对于很多国际大厂来讲 他们也是真的是敞开栓备 全面的欢迎这个台积电的进驻 我听高雄市长陈其麦特点提 他们今年1月份 他们应该是整个团队 前往高雄的 日本的一个熊本 那么跟整个团队进行拜访 面对半导体产业 然后这些来自于熊本的半导体产业 他们在今年3月份也来到高雄 那陈其麦市长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 他觉得哇 这个半导体产业进入到每一个国家之后 替当地国家所带来的荣耀跟光芒 也让台湾瞬间的国际地位 完全都不一样了 您自己怎么看这样一个护国神山 在全世界进驻同时 带给台湾的究竟有什么 这几个点 那第一个 他到各国去的这样的一个设厂 那各国政府其实都非常高额的补贴 那台湾政府我们一块钱都没有办法补贴 我们靠的就是台湾原来好的生态系 跟好的服务的品质 来吸引他们继续在台湾扩插 那第二个呢 他这样的出去之后 确实台湾这一两年来在全球的知名度 那跟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语 那日本人看待台湾 那更是很不一样 所以现在我常常讲说 台湾人到日本去 走路有风 那这个觉得台湾这么小的国家 竟然可以把一个这么难的一个产业做得这么好 那真的很多国家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也让台湾在全球的影响力 有非常非常正面的影响 所以倒过来讲这个台积电台湾扩厂的事情 现在不是哪个县市在比 现在是台湾跟其他国家在比 我们要是让其他国家说 台湾在这里设厂碰到问题的话 其他国家一定会说来来来你来我这里 我给你足够的土地 我还给你足够的补贴 这个我们政府是一定要把最先进的这些支撑 一定要让他留在台湾 所以这次1.4奈米先进支撑 你觉得留得住吗 这个一定要留住 一定要留住 那如果国际表演来全美来去竞争 可能你刚刚说目前为止 有高雄有嘉义 连屏东都来了 我在想上次Say No的台中 台中的地点其实也蛮适合的 不知道卢秀苑市长 会不会重新再考虑 你自己觉得呢 台中可能没有太多的地 那现在现在这一个规划 要这个新的这个中科的这个部分 二期能够赶快把它做好 我已经觉得很棒了 是一言上的问题 那部长我再请教 那在这个时候 美国商务部呢 打算要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禁令 我不知道 因为他也是锁定先进晶片的管制 那包括据说像是 灰达啦 还有超围 这一些大厂都受到了影响 这个讯息您怎么看呢 确实 那昨天的夜里 美国就公布了新的这个 加盐的规定 那加盐的意思就是 他在去年十月七号的这个管制规定里面 他做了一些进一步的补充 那他是提到说要把这个漏洞补起来 那所以比较白话的来讲 就是说这个NVIDIA 他已经做到这个 A100跟H100这样的一个高阶的晶片 那后来这个为了符合美国的规定 那NVIDIA就降规 把这个A800跟H800的这个规格 降规一点 卖到中国去 那符合规定 那但是后来就也有提到说 这个只要两个合在一起 可能还是有这个很高的这个效果 那所以美国政府这一次 对这个晶片的管制 确实就把它加盐了 那他在去年十月就 一个是高阶晶片 一个就是所谓的设备 那这一次的设备应该也把 这个包括后来荷兰 也有对这个相关EUV的这个曝光机的管制 还有后来日本的也有管制等等 那这些都形成一个管制的规定 那不过因为它具体的这个规定 是有400页 所以详细的细节我们会再去看 但是对台湾来讲 因为高阶的设备 不是台湾的强项 那这个是高阶的设备 是美国这个荷兰日本 那所以这个跟我们 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高阶的晶片的部分 那设计者也就是 这个真正的拥有者是 包括像NVIDIA MV这些 那他们请我们代工 那所以我们其实是 接这个单做完之后 是由客户来决定怎么销售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台湾是比较间接的影响 那这是整个加盐的规定的情形 但是对台湾来说我们也都会看美国的相关的管制规定 会看得非常仔细 那因为它这个是30天后生效 所以对细节的部分呢 会再去看它这个400页的内容 那必要的时候也可能会办一些说明会 那不过就是说 就现在这些的高阶的晶片都是用在AI 那AI的部分目前全球是供不应求 那供不应求就还包括台积电的这个 这个先进的封装 是还没有办法满足现在的需求 所以目前短期之内应该是还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这个NVIDIA也好 或者是甚至AMD也好 他们会做出来的这些AI的晶片等等 目前都是供不应求的情形 那如果我看到欧盟的执行委员会 他们也公布了中国对于整个欧盟的 经济安全的风险的关键技术清单 这里头欧盟也会进一步有动作 我们是不是真的也年底会公布清单 跟上像是美国或欧盟的做法会吗 不太一样 我们这个国科会确实会公布台湾的 这个关键技术的项目 那这个关键技术的项目公布了之后 当然我们对这些项目会更用心来保护 那这个关键技术如果有被窃取秘密的话 那么这个会有一些加盐的刑事的处罚 然后会有一些人员的管制等等的 那这个部分是台湾每个国家的方向不太一样 那毕竟我们对中国的相关的投资 本来就有非常严格的规范了 那另外就是对这些高级晶片 因为美国的规定 那因为台湾做的这些晶片 其实都会利用到美国的技术 包括设备买了来自美国等等的 所以美国的这些管制规定 对我们的厂商来说都一定非得遵守不可 所以这些整整的整个的这个系统上 对台湾来说这个都在这个管制的范围之内 那您怎么看 我记得这一家外媒 是华尔街日报吗 在深圳直起所看到的四家台厂 在帮华为制作晶片 那这四家台厂很多还是上市公司 这个部长您怎么看 这个四家公司 包括有汉堂吗 对有提到说在这个华为相关的这个晶圆厂 在帮他们试作工程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 其实这个工程的部分 跟美国现在管制的这个技术是不太一样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这些工程我们也去含 请他们来说明说 当时核准在中国投资的项目 跟你现在做的范围 有没有一致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 你看这个厂商 因为我们给的期限还没有到期 所以有的回复 有的还没有回复 那回复了以后 我们会再来看他们的说明的情形 然后来看后续怎么处理 是 因为拜登政府宣布 在未来几周要扩大整个禁止 先进人工智慧 AI晶片出货到中国 那当然呢 我们比较关注到像是 这几天像是回答了 NVidian他专门为中国市场打造这种降级版的A800跟H800 这种绘图处理器的GPU 似乎也会受到的管制 但是我们看到路透社还有CNBC 包括华尔街日报 这些外电都有说 拜登政府 他宣布禁止更多 规达这些业者所设计的先进AI 晶片出口到中国 那马上 因为刚刚部长也讲 三十天之后马上就要生效 现在规定对于更多的先进晶片 包括晶片的制造商设备等等都有所限制 但封锁令韩瓜的国家也都会更广 当然也包括像是伊朗 包括俄罗斯等等 那么白宫同时将这个中国的晶片的设计商呢 就是摩尔县城 包括了这些都列入整个贸易的黑名单 在这个情况底下 部长 我们所公布的是关键的技术保护清单 也一方面要防止中国取得这些技术 韩瓜的范围 半导体之外还有哪些吗 怎么防止这些技术可能会流入中国 甚至被技术转移 第一个这些的技术 我们是挑选对台湾比较重要的技术 然后这些技术对台湾比较性 除了台湾重要之外 那比较性 如果被流露到比如说中国去的话 那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有没有什么损害等等 那因为最后会在这个国科会的这个委员会里面 会跨部会一起去讨论 所以这个部分国科会大概是年底 等等左右会做一个确定 那我想对台湾来讲 对于台湾的国家安全 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是一直念之在之 放在心上 那对什么样的一个投资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技术 台湾要做好保护自己 那厂商的部分 我们其实也一直跟厂商讲说 这个不是你个别产业要保护 这个还攸关到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那其实很多的产业 特别是这些大厂商 其实也都理解 这个就是台湾赖以为生 在国际上可以作为一个 重要工业内的非常关键 其实我觉得厂商也都理解 台湾的重要 尤其台湾是现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AI产业链 是不是 已经大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重要到什么样一个重要关键 目前因为这个Trader GDP 它这个的成功 因为这个就是第一个 就是最高阶的晶片 最高阶级就是台积电做得最好 不管是7奈米也好 或者后来改成用这个45奈米的也好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台积电又把这个最好的这个先进封装也做好了 那这个就很了不起 那不仅如此 也带动台湾的伺服器 显示卡等等 那这一些 我跟大家讲 伺服器等等 台湾已经本来就占全世界九成 另外的部分就是中国 最大会做伺服器 就这两个这两个地方 那我们本来就是会做这个伺服器 那高阶的伺服器 其实就是我们台商回台投资 那回来投资的高阶伺服器 真的都回来台湾 因为你这个高阶要卖到美国欧盟去 如果是从中国出货 他就会说这个有资安的疑虑 这个我不要 所以他们动作很快 就把这个高阶的伺服器 回来台湾制造 那当时只是高阶而已 现在不是 现在是AI的伺服器 那这个AI的伺服器又更高阶 那这个AI伺服器 现在就是都是台湾的厂商的天下 那更重要就是台积电的晶片 结合伺服器 那这个伺服器背后又是 一堆供应链 甚至包括显卡 包括散热 包括这一些的电源供应等等 那这个都是要经过验证的 那这些的验证都是跟这些大厂 NVIDIA AMD等等 都要做很多年信任关系的验证 才会被采用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台湾 非常有未来性的一个产业 那这个产业 坦白讲也不容易被取代 因为中国即使你会做 大家也不太敢买你的AI伺服器 AI显示卡 对那这个就是台湾的利基 那接着有会做这样的一个硬体之后 我们现在就是明年会更多的经费 针对这样的硬体怎么样更进步 比如说散热更好 那这个chip类 小晶片这个做得更好 那我们就是要把更多的厂商 能够进入到这个AI的场域来 那再者就是说 那这样的AI怎么应用 那我想Trade GDP这种大型的训练式的AI 台湾应该是没有办法做 这个要投入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庞大 那台湾也不可能在短期 做得到这么庞大的一个训练式的AI 但是呢AI应用在各个领域 包括应用在这个自驾的领域 Ada's的领域 应用在这个医疗的领域 教育的领域 这个就是台湾可以有了硬体 那有怎么样在更多的IC设计业者 可以用到这个AI的应用领域 那这个就是台湾要抓住的机会 韩国呢 韩国对我们有威胁吗 如果韩国又协同中国来抵抗台湾 台湾会面临到什么 韩国如果他要发展他这个 让他的晶片做得更好 他不会去找中国合作 因为这个AI晶片已经大家认为这个资安的非常重要 所以韩国只能在韩国做 那另外就是韩国不太做伺服器 所以它是做晶片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是整个 AI的硬体的这些大供应链 就是台湾 又是高耗能又是发热 我们怎么样投入更多的资源 做晶片的研发呢 这个部分就是企业界 其实最近很多的IC设计也在跟政府 来这个讨论 怎么样除了台积电之外 更多的群聚的效果都可以跟着提升上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也在跟业界沟通 那希望能够让更多的IC的设计业者 他从这一阶可以进到上一阶 那上一阶可以再往上再更上一阶 让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 做得越来越大 实际上AI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 AI应用在各行各业 甚至包括这个网路你贩卖东西 这个也都是AI的应用 比如说你曾经看了一个网页 你要找这个红色的裙子 那你用AI的技术 你可能很快就找到 谁有在买 这个就是都是AI的应用等等的 那所以AI的应用的各行各业 包括对台湾来讲是 这个智慧工厂 这个也都是可以研发出 这个AI的应用的领域 让工厂更智慧化 自动化 节省包括能源 包括人力等等 那这个就是很多很多 谈谈吧 自驾车还有医疗呢 部长还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 那医疗的部分就是 比如说像现在其实广达 它跟这个NVIDIA 在做出来的这个伺服器呢 它用在台湾 其实有很多医院在采用 那这个就会让显示出来 这个影像 去判读它的这个病理 或者是这个治疗的结果等等 会非常的有效 那这个也可以减少医生的错误 那协助医生更好的判读 那这个就是AI 常常在提到 对医疗有 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甚至现在在讲这个 医药产业 不管是小分子大分子 他们的药的研发 也可以利用这个AI的技术 来缩短他们研发的这个时程 这个都会提到说 AI这个技术确实对人类 有翻天覆地的改变的原因 是这样子 是我们看到黄仁勋又来了 所以大家现在又聚焦在 A的辉打在台湾 要设立包括整个物流 跟研发中心 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 那最新的进度 因为这里头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灵魂人物 关键性人物 就是部长 来部长 是 那所以NVIDIA 跟台湾有多面向的关系 那第一个呢 他的所有的采购 都是台湾的 所以他这次来 应该是他 跟他的这个供应的厂商 有做很密切的 一个讨论合作 那这个 他对台湾这个采购这么多 就是最大的贡献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他这个AI 在台湾设立 美国以外的这个AI研发中心 那这个部分 他预计到2027年 会有一千人 来做这个AI的研发中心 那这个很重要就是 藉由NVIDIA 也可以训练台湾的AI人才 那更重要就是 他也会跟学校 包括台大 阳明 程大等等 合作来训练学生 这个AI的能力 这个非常重要 那所以 这个对台湾整个AI的 大的生态系 是很有帮助的 那至于他的这个物流中心 那这个也是 前几年 我们跟这个NVIDIA 讨论很久 那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因为有非常好的 那个税率的待遇 所以NVIDIA虽然在台湾 买各式各样的产品 包括晶片 包括伺服器等等 但是因为香港的税率很好 所以他就把最后一个步骤的 那个测试呢 放在香港 那这个就非常可惜 所以我们就跟NVIDIA说 既然你买的东西 都是在台湾买的 那如果最后一个步骤 也在台湾的话 那这个就可以 让台湾买的东西更多 那所以经过 好一阵子的讨论 那后来跟财政部 也取得共识 对于这个税率的计算 有得到合理的答案 所以最后这个NVIDIA 就可以把他的这个物流中心 设在台湾 那这个也是 让台湾的整个供应链 生态系更扩大 而且很重要就是 甚至包括这个封装测试的话 你就都可以在台湾 以前他非常有可能 一部分的封装测试在台湾 但是一部分可能在马来西亚 或其他地方 但是你既然台湾都会做 而且最后的物流中心在台湾 你就可以拉到更多的 整个供应链都在台湾完成就好了 这个有没有让台湾 怎么应用这个地缘政治 跟优势当中 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大厂来投资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利用这么好的一个生态系 让大家来投资 那这个台积电的 不断的突破先进制程的话 所有国际的材料也好 设备商也好 加码投资台湾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是 产业的速度发展 尤其在AI加入之后 台湾变成了全球AI 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同时 我们在人才的培育 跟得上吗 现在最新的一个产观学里头 怎么样在学术界里头 让这些人才可以快速跟得上 所以像刚才讲的 这个NVIDIA在台湾 也要培养我们的人才的部分 那因为它是实际的产业来培养 所以这个非常实际 那也可以让我们的年轻一辈 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来训练 它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它的能力 那政府也包括 这个半导体学院也好 包括相关的这个 鼓励学校怎么样在 提升学生的能力 这个确实是台湾要持续做的 因为这个产业这么的热络 那人才一定是永远都需要再增加的 我们出口衰退 我看那个主计总处 在下修台湾的全年经济成长率 到1.95的同时 保二有点点困难 那很多人问说 台湾的出口衰退最多 到底为什么 在亚洲方面敬赔莫作 当然在台湾我们都是仰赖出口 在今年出口非常非常惨 出口的金额里头的年增率 我们看到是连续十个月都负成长 今年目前为止 最新的一个数字当中 是不是也因为AI 所以可能会翻转 是这样子吗 是 我先讲前面 就是说台湾好像 这个出口的负成长 今年这个很低 但是问题是 我们之前是基期很高 因为别的国家没有我们这么好 所以这个相比之下 今年的这个负成长相比 对看起来就比较低 那第二个台湾因为确实 因为这个AI的这个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九月份 我们的出口已经红翻黑 黑翻红了 黑翻红了 黑翻红就是已经是正成长 这个比去年同期比增长了 百分之三点四 那这个的部分 如果细看的话 确实跟这个AI 包括里面的伺服器显示卡 大幅的成长 那这个有关系 那至于一些传统产业的 这个衰退的情形 也在收敛 也在收敛 所以普遍来讲就是 第四季会比第三季好 那大家也都觉得 明年度一定会比今年 还要再更好 好 这是一个令人 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 那部长对EPFA的部分呢 中国对EPFA调查结果 原本事实上要在 差不多这个时间 应该要公布了 要延到明年的 因为12号这个时间上 听起来有点敏感 中国对于台湾这种 经济武器也是怎样 企图要做戒选吗 我不知道你部长 你怎么解读 第一个他的贸易 壁垒的调查的时间 他公布本来是 10月12号 现在是1月12号要公布 那1月12号就选举的前一天 所以我想这个时间的挑选 你不要说我们的国人 都看得出这个目的 其实最近有非常多的 外宾朋友来台湾 那他们听到中国的这个时间 我们其实用很客观的 陈述这个事情 我们只提到说 他的调查其实是选前的一天 所有的外宾都非常理解 这是什么意思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 贸易调查结果 那他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措施 那我们确实 国台办也提到说 这个可能ECFA会中止 或部分中止等等的 所以我们也会有 这个相关的准备 但是当然第一个 如果中国商务部说 我们这个是违反这个 WTO的原则的话 那么我们也很乐意 跟中国商务部在 WTO下面来进行措杀 那第二个呢 如果中国是片面 采取相关的行动 让ECFA的这个部分有 不管是全部或部分的中止 我们也去盘点相关的产业 那了解产业性的 目前的现况 那未来的需求是什么等等的 那这个政府一定会 大力来协助产业 部长率然 中国如果率然去 这个时候喊停ECFA 对他没有伤吗 以中国内部的 现在最新的一个状况 你所了解 中国会 他会踩什么行动 看起来他都不是用 经济的角度在看事情 但是我们既然 蔡总统一直讲 我们不挑衅 我们维持现状 所以让ECFA持续着 其实也是我们一种态度 说我们其实是愿意维持现状的 那至于中国会用 什么态度来 这个让两边的关系 有做一些更改 那这个是中国要决定的 那我们的态度就是 我们其实是觉得 能够和平相处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态度 是 经济部随便所掌握动荡中的中国 不只是这个战党外交 似乎不在了 它里面的多个对外 是外交了 包括它的军事方面都呈现动荡 人是非常不稳定的情形 那经济的一个产况 更是很难看到曙光 我们实际所掌握的讯息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 它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 就是它的房地产业 那因为房地产业的 这个很难收拾的问题 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 其他的行业 这个是一个 比如说会让大家不敢消费 那大家的房贷都卡在那边 那让整个经济不火落 这个是一个 大家比较担心的事情 那它的这个房地产业的这个 短期看起来这个很难解决 那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在现在的这些 美中的科技的对峙之下 那在半导体跟相关的行业的部分 它也是受到一些的限制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造成 它的出口的部分 有受到的一些一部分的影响 那所以这个部分 中国的因为这样子 所以它的经济 也没有办法很大幅的成长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我们很 把自己照顾好最重要 让自己更壮大 那这个其实是 我们去看别人的情形 但是我们要把自己做好 是 那你觉得从恶物战争 到现在中东的战事 又呈现一个 说真的又是一个动荡 一个不稳定的状况 这国际供应店在整个 呈现可能都不管能源 油价都呈现不稳定的状况 你觉得呢 对未来的冲击会是什么 如果是因为恶物战争的部分 它影响能源还有粮食 那所以对全球来讲 就造成一个到目前为止的高通膨 都还存在 那尾巴的部分 如果是局限在目前的 这个尾巴境内的话 那大家觉得 只是不确定而已 但是对原有的生产什么 还不至于造成太大的伤害 但是我们其实是期待 不管是从人道的观点 或者是从全球的稳定来讲 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战事 不要恶化 那这个恶化就 当然相对对全球的经济的发展 也会有不稳定的这个因子存在 这个是我们期待的 是 最后一个问题 我觉得相对在全球来讲 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趋势方向 正在进行 像欧盟在十月一号 他已经启动碳边境调整政策 CBAM第一个阶段 而且他们积极要要求 进口到欧盟的企业 都必须要缴交 生产期间碳排放量 都必须要缴交 你所有企业 你要进口到欧盟 那都必须要缴交 你生产期间的碳排放量 这个影响的台湾的厂家 据说有三千五百家 那台湾虽然已经订定 这种温室气体的减量 跟管理办法 这个碳价的订定的政策方向 现在到底最新的进度 包括了低电价 也会连带影响到企业的转型吗 不然这个部分 可以帮我们做说明一下吗 好 那第一个欧盟的这个CBAM 现在的规定是申报 他不用缴相关的费用 但是他申报里面有提到 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关切 可能会泄露营业秘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跟欧盟表达 这个大的关切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现在在全球追求净零的下面 碳一定是有价的 所以不仅是未来出口到欧盟 有这个碳这个税的问题 在台湾也这个明年会公布 相关的碳费的缴交的问题 那碳费的缴交 当然一开始会先从这个大用户 这个2.5万吨碳碳排的这个用户 先来课征 可是台湾面对的其实不只是这两个而已 因为台湾是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 那台湾的高度依赖出口 其实都是跟国际供应链相关 那国际供应链这些大厂的要求 其实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大的一个拉力 所以比如说Apple好了 Apple就提到说 他要求他的供应链 希望能够在2030年能够净零 那这个对台积电就是很大的压力了 所以台积电就会希望能够买绿电 那另外就是很多的其他的国际品牌商 包括这些笔电的大厂 也都要求台湾的厂商能够更多 使用更多的绿电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让国内的这些 大厂带着小厂 带着整串的供应链 可以怎么样买得到绿电 可以怎么样去降低他的碳排 技术的改良等等 这个厂商其实都很有压力 那昨天开始的这个纺织展 那纺织的产业也是一个典型 因为他们都是卖给国际的大品牌 那国际的大品牌都要求他们 不管是在他们的这个布料材质 大家要用循环回收的布料 那另外就是希望他们也能够使用更多的绿电 所以在这个部分要使用更多的绿电 台湾的这样的产业形态一定非作不可 那所以政府就是第一个提供相关的绿电 第二个要提供便利的机制 让他们买得到绿电 那第三个也要扶持更多的产业来这个升级 然后减少他的碳排的这个相关的机制 那这个政府都要去协助厂商 所以你提到绿电能源政策呢 可以告诉我们这政策中心是不是不断传出一些突破的好消息 绿电的部分我们特别是去年到今年太阳光电跟离岸风电的这个发电量都不断的在增加 所以最近像最近的这个离岸风电的量都已经可以到两个ギガ瓦 那太阳光电也是可以到这个八个ギガ瓦这么多 那这个都是这几年的建设看得出来 所以你如果去看我们台电的这个电 各个不同的电源的这个发电的情形 那最近这个风力跟这个太阳光电两个加起来 甚至都有时候都超过20% 都超过20% 那这个都是这几年的建设产生出来 那再生能源越来越多 当然我们可以用这个煤的部分就可以尽量去降低 那这个也对台湾冬天的空污季减煤这个目标呢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看到部长这边有提到 政府要增资一千亿台币给台电 因为台电持续亏损 我相信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一个事实 有根本的解决策略吗 对最近的这个这个国际的燃料成本这么高涨 坦白讲这个也是几十年来会碰到一次 那这个部分不是只有台湾面临 所有的国家都面临这样的危险 面临这样的情境 那所有的国家其实都要考虑到通膨 考虑到电力公司的这个支应 考虑到政府的财政可以怎么样做 那我们看得到是很多国家是在第一时间 就把这个国际燃料的高涨了 就反映在电价里面 那反映电价里面 结果这个通膨像欧盟 美国通膨那么高 就是跟这个能源价格的飞涨有关系 欧盟如果还记得还曾经高过10%的通膨 那后来现在慢慢的 他们在看很多国家的做法 所以很多国家回过头来 其实开始在做补贴 要么补贴电力公司 要么补贴这个人民 所以像最近我们看日本 日本也有补贴他的人民 在油价天然气价跟电费 那结果他本来是9月要到期 但是他日本最近的通膨比较高 那日本岸田首相就说 那我要延到12月底 另外一个是德国 那德国因为就是电价非常贵 那电价非常贵 造成他的这个制造业 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那也影响整个德国的经济 所以德国的政府就说 那我们要对这些高耗能的产业 在符合条件下 我们要给他比较高的补贴 让他的电价比较便宜 那我们估了一下 他这样的补贴 要花到欧盟 这个欧元250亿到300亿这么多 那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国家都发现到 如果这么高的能源价格 完全都反映的时候 其实不仅影响通膨 还会影响他的整个产业的 整个长期的影响 那他们也回过头来做 那对台湾来讲 政府的电价涨一点 但是政府给他补贴一点 那这个做一个双边的考虑 看起来是一个稳当的做法 那当然还好 真的是还好 我们在这几年的 这个疫情管控的很好下面 所以我们的政府的财政 其实是都有 都有税收 都有赠盈余的 那这样的财政稳健之下 都可以来协助 这个包括台电的一个补贴 昨天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就是这个外国朋友问我说 请问你们政府的负债多少 我跟他说 我们现在负债是 我们GDP的27% 他嘴巴都合不容 他觉得怎么可能这么低 这个政府的负债比这么低 他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一个财政的纪律 那这个就是台湾稳步 这几年走下来 可以这么稳步 其实是有一环连一环的关系 那这个希望台湾更好 是 非常谢谢部长 各位认为你们觉得 实实在在做事 就像经济部长 王美花部长这样子 在他的身上呢 这几年的观察 你看到什么 看到突破 看到创新 其实我过去在新闻生涯当中 我曾经 我记得在金融报报那一年 我同时访问的三位 三位在经济领域方面呢 都是国家非常重要的人士 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肖万长 肖万长也曾经担任过经济部长 然后第二位是谁呢 担任过经济部长 也担任过金建会主委的江炳坤 第三位呢 还包括的是王志刚 在金融风暴的时候 这三位同时 那么接受我的专访 可是呢 物换星也到了今天之后 国际情势变化 跟台湾所面临挑战 何其多 完全不低于当年的金融风暴 可是我们看到 实实在在做事的 经济部长王美花 正带领的台湾 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而且每一个阶段都需要突破 都需要创新 今天很开心 台湾有王部长 部长谢谢您 谢谢 谢谢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 谢谢Real Talk 所有的官人朋友 很开心 台湾有这样的宝贝 霍国神山的背后 事实上呢 有更多的人 像部长 一步一驱 一步一脚印 替台湾再打拼 部长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 我们加油 加油 谢谢我们再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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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心跟大家要分享我们低调筹备多时终于云开见日可以大声说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论节目Real Talk真实对话上架了在YouTube频道上架 过程当中我们的确把90%的精力都花在摄影棚的设计 包括灯光主持人跟来宾互动等等 调战台这个创意跟论述内容是让每个来宾的观点清楚呈现 过程当中你可以交流可以交锋 当然优质节目影响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个观众朋友的帮忙 把大家公开这个好消息 同时也许有人还不知道 但是众志成城击杀成塔 请大家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当然这个小小动作不需要花钱 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是连结你我最好的一个管道 透过了订阅 每一个你们都成为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随时都在随时可以开心聊天 讨论台湾的重大事件 当然可以讨论包括了国际间瞬息万变的事情 这个平台我们彼此听见不同的立场 虽然声音立场不太一样 我们需要这个平台一个包容多元观点的空间 彼此愿意倾听 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可以讲真话 真实对话 Real Talk真实对话的初心 就是如此 我们在关心国内外政局变动的同时 更可以认识台湾在区域安全 与全球民主联盟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为我们信守台湾的价值 坚持对国家的忠心热忱 期待Real Talk真实对话这个平台 期待你的声音 期待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我是廖小军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 多多分享 让我们的声音可以传遍全世界每个角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